安利营养接触班 新伙伴的快乐学堂 晋级宝典 快速掌握产品知识 轻松获得专业认证 顺利开启安利事业 松果菊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怎么吃松果菊才是正确的 提升免疫力只能依靠松果菊吗 本期营养接触班为您解析松果菊 下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松果菊 那么提到松果菊呢 应该说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常用的一种营养素 对吧 应该说它是一个北美地区的 源自于北美的一个重要的和人的相关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剂 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松果菊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的突出的特点 是短期内迅速提高免疫力 有一个关于松果菊的实验研究 这是一个使用了松果菊的试剂以后 那么我们是分着不同的天 来去检测这个人体内它的免疫力的 那我们用的这个标注人体免疫力的这个指标呢 是指人体内的干扰素α2 我们使用的方法呢 是每日三次 每次三片 连用三天 那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呢 看到这是零 是最开始用的那一天 然后连用了三天 每日三次 每次三片 到这个点的时候呢 就停止了 然后从这个点以后 并没有再用松果菊 听明白吗 那我们可以大家看到 当我用了松果菊以后 其实机体里的免疫力已经就提升了 而且我停用了以后 α2的分泌并没有下降 反而是有持续的提升 一直持续到第12天 也就是说停用以后 接近10天 还是有干扰素的继续的分泌 这是关于松果菊 它的一个效果的 一个重要的实验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你用了松果菊以后 很快体内 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 那么提升到多快呢 我告诉大家 是四个小时 我们通过动物实验 可以看到 当给动物用了松果菊以后 四个小时 它体内的白细胞的数量 以及这些白细胞的吞噬的能力 以及它体内免疫的单核细胞的 这些吞噬的能力 都已经明显地提升了 所以说松果菊是一个快速的 短期就可以增强免疫力的 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四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就是如果我在八点的时候 早上八点 我发现我打了一个喷嚏 我感觉后背可能有点冷 我感觉可能要感冒 发烧 这个时候你要用 那么它在十二点的时候 四个小时以后 它就可以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而且我们关于松果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可以明显地缩短 感冒这个病程的发病的时间 一般我们普通人大家感冒 基本上我估计持续七到十天吧 差不多吧 七到十天 那么我们用松果菊以后 我们发现感冒的病程 大约在四天左右 而松果菊呢 因为它不是我们中国传统的 一种草药的来源 但是它在世界的范围里面 确实是经常常用的 而且它的原产地是北美 那么当地的这个土著人 就是当地的北美的印第安人 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历史上 早就已经开始使用松果菊了 他们这个松果菊是怎么使用的 你比如说他们就是 就是有松果菊 就嚼这个松果菊 通过嚼松果菊 来预防牙龈的炎症 预防一些咽喉的炎症 甚至就是治疗一些牙龈和咽喉的炎症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 就是关于松果菊 我们把这个松果菊 把它捣碎以后 用它的这个上青叶 提取出来它的这个松果菊的这个上青叶 这种上青叶 它是既可以口服 也可以外用涂抹 甚至有的情况下 也可以注射 这是关于松果菊的研究里面 就可以由此而证明 就是说关于松果菊 不仅使用的面很广 而且安全性也很好 以前有一个报道 是在美国做的一个大样本的 甚至是上到百万人量级以上的 大样本的 关于松果菊的使用的调查研究 我们发现在那个大样本的调查当中 这么大的人群使用完以后 也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这种使用的反馈和报道 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嘱咐大家 说松果菊 既然说我用完了以后 我即使停了它 它依然可以有一个持续的免疫力的提升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用松果菊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松果菊的使用就是两周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我要长期持续 永远不断地用这个松果菊 人的免疫力会不会被无限制地提升呢 不会的 所以因为本身你用松果菊 就是为了解决眼下的一个增强抵抗力的紧急需求 所以当你这个问题度过以后 就不要再持续使用了 听明白吗 它的优势在于快速使用 快速使选效 至于有的人说 说我平时抵抗力就不是特别强 我这次的这个感冒 我用完了以后好了 那我下个月 我想怎么样能够说预防一下 通过使用这松果菊 帮我预防一下 那怎么做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最简单的指导建议就是 你每个月头两周用松果菊 那么在我们跟顾客沟通的过程当中 对于我们来讲 唯一的这个难点在于说 他怎么能够知道 这个松果菊 他能够快速地提升免疫力 并且他愿意通过你的说明 愿意尝试一下 只要他愿意尝试 我相信很快他就会接受松果菊 而且一旦接受以后 我估计很多人会愿意去分享松果菊 提到松果菊可以 短期内的迅速增强免疫力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是说 松果菊也可以提升免疫力 蛋白质也可以提升免疫力 那么针对这些东西 那我怎么样去区别它 它到底是有什么不同点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 说一个学生要去参加高考 你说高中三年的学习 是不是很重要 对 每天要不要写作业 每天要不要听课学习 要 然后我想问说 对于他高三高考之前 他要不要冲刺复习 要不要再额外地再加下班 补课 要 那么 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说对应上是免疫力 我们作为一个人 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说我每天的这个抵抗力 要不要打牢这个基础 要 当如果有外界的这些个变天了 或者有流行病的 这个这个泛滥了 这个时候我要不要额外再提升一下 我的免疫力 要 同样的道理 那么 蛋白质和贝利剑 就是帮助你每天 打好免疫力的基础的东西 而松果菊和大蒜片 就是帮你遇到特殊问题的时候 迅速地提升免疫力的东西 蛋白质和贝利剑 它是 就相当于你学生 每天都要学习 每天都要做作业 做功课 而松果菊和大蒜片 它是要帮助你 短期复习冲刺 取得好成绩的 针对这个 说当我遇到了外界有一些个困扰 我需要短期增加免疫力的时候 我到底是选松果菊 我还是选大蒜呢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松果菊主要针对的 是我们人的呼吸系统的这种感染 而大蒜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人体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的 这种感染 那么由此 我们人 一个人这个个体 容易发生的 最容易发生的 这三大系统的感染 那么他们也是有相应的侧重点的 我这样讲 大家是不是就对免疫的概念 以及免疫对应的产品 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洋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